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真的难看 很多节目魂不似人间的事物 很多网友都说 自己刚才被吓到了 大晚上的看这么一出 感觉盛得慌 国外也有不少网友 跑去油管重温 淋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大多数评论都吐槽 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太过无聊 但也有一些国外网友表示 那不是无聊 那是吓人 甚至有一些网友直接说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是葬礼开幕式 都说艺术无国界 以前我还感觉这句话 不一定是对的 但这次全球网民 对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如此一致的负面评价 使我认识到 艺术无国界这句话的正确性 对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 感到不是的 不仅仅是全球老百姓 和日本这么要好的美国 他们的媒体也是集体差评 THR的评论是 东京奥运会如此阴森沉闷 真的 阴森沉闷这个词 还从来没有形容过奥运会开幕式 美国文化娱乐杂志 事项的评论是 东京奥运会在NBC的直播 迎来了一个阴森沉闷 令人不安的开场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是 空空的场馆 混乱的信息传递 让这场开幕式单调乏味 今日美国的评论是 这开幕式算什么轰轰烈烈 就是一声乌烟 如果我们用媒体类别来看的话 区分就很明显了 美国文艺文化娱乐类媒体 大多数都说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很吓人 美国新闻类媒体 大多数都说这场开幕式无聊 看上去艺术真的无国界 甚至有很多日本老百姓 也吐槽自己家的开幕式 有日本网友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T25的表演 也有日本网友说 开幕式看的心情成正 压力巨大 开幕式无聊 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主题 孩子都不爱看 像个高中的艺术节 这样的评价也比比皆是 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 在7月24日晚上的节目中 火力全开 疯狂吐槽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昨日の開会式 面白かったですね 随分寝ちゃいましたよ 驚きました 金返してほしいですね お金 お金払ってますか 税金からいくらか出してるでしょ そうですね 金返せよあれ 困ったね 色々制約ある中で大変だったと思います 恥ずかしくていけないよ俺 そうですか 本音はそうでしょ あれ素晴らしかったんですか なかなか制約ある中で色々 制約あった 演出家などが変わったりとか いらない今演出家なんかあれ いらないね あと何年かして振り返ると どのシーンを振り返るのかなと思って やはりいかに馬鹿だったらわかるでしょうね 日本はドローンの地球のところとか あれコンピューター入れてだけでもね 看上去 艺术真的無国界 連日本老百姓和艺术家都在吐槽 但我們別忘了 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另外一種神奇 那就是中國的今日公知 在他們心裡 藝術是有国界的 平價得跟著國籍走 在東京奥运會開幕式開場5分鐘後 各國網民們就感覺到了各種不是 感受到從電視屏幕 手機屏幕裡透出的那股陰間氣息 帶來的良力 各種雞皮疙瘩和心頭冷戰 與此同時 中國的今日公知就開始科普日本文化了 今日公知們教導我們不懂 就不要亂說 要尊重別人的文化 尊重別人的藝術表現形式 他們說日本的藝術和審美 就是物哀和欺美 展現的就是 極盡繁華後衰退的美麗瞬間 這是一種以退為進 珍惜當下的人生觀 櫻花飄落 殘陽下哀晚起舞 這是一種感情的沉澱 就連網民們感覺最驚悚 作為東京奥運一日活動的 那個表現形式 如同邪教獻祭和人類遭受核輻射變異後的 末日場景的表演 也有人科普我們 這是日本特有的藝術表現形式 叫做暗黑舞炭 這種藝術按照這位的科普 傳遞了一種有虧損有留白有黑暗有哀思的文化 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激勵生命的方式 今日公志門畢竟高大上 藝術這玩意兒啊 我們老百姓也不敢問也不敢說 一種以退為進的激勵生命的方式 這句話倒是反覆出現在不同的幾個人 對東京奥運開幕式的誇獎之中 藝術可以無國界 但最起碼得分陰陽吧 藝術最好是接地氣 但絕不能接地府啊 今日公志門可以說 我們老百姓看不懂日本藝術 但最起碼他們認為的 有思想深度 淒美清冷美感的東京奥運會開幕式 不能讓我們老百姓看了感覺害怕吧 中國今日公志們對這場開幕式高度讚揚 反過來日本老百姓 日本導演北野武卻對開幕式失望透顶 一時間我也不知道誰更了解藝術 也不知道是誰更了解日本文化 不過我還是比較信任我們中國今日公志的 北野武說他看了開幕式感覺太兜臉 沒有勇氣出國了 我建議北野武老爺子還是應該來一趟中國 建議中國今日公志對他科普一下 到底什麼是日本文化 到底什麼是好的藝術 畢竟真理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 畢竟 中國今日今日今日公志真的是很神奇 真的和絕大多數人都不一樣 北野武出生在日本生長在日本 那又怎麼樣 對日本文化的了解就真的比沒有去過日本 或者只在日本生活過一兩年的中國今日公志 更了解嗎 不一定吧 東京奥運會開幕式播出之後 日本人都在吐槽中國今日公志們都在理解 要說文化包容力 強不不服 只服中國今日公志 行吧 最後吐槽一下少數中國媒體 東京奥運開幕式結束之後 我們看到幾個媒體的評價是 開幕式也體現了這一屆東京奥運的理念精神 那就是簡樸節儉還有環保 說這句話虧心不虧心 實在說不出好話 可以不說的 東京奥運會開幕式是奧運歷史上花錢最多的開幕式 就這麼個開幕式花了9.7億人民幣 你們要說體現了節儉 簡樸還有環保的理念 這會教會小孩子的 日本澳組委說東京奥運的理念是簡樸節儉還有環保 中國一些媒體幫忙宣傳 你們看過他們的預算了嗎 有史以來花費最多的奧運是簡樸節儉和環保的嗎 奧運村食堂倒是挺簡簡的 那錢都花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按照文化角度 鄰居家辦大事 我們不應該說不好的話 奧運會也一直很政治 我們或許不應該在日本奧運期間說過多的負面的話 因為我們中國和美國是不一樣的 但說實話 這一屆日本奧運的籌備工作到如今開幕實在是太不像樣了 幾年來醜聞貪污等各種負面消息不斷 弄到現在連很多日本企業都放棄參與奧運 弄到一半以上的日本老百姓都反對奧運 一個開幕是看得全球觀眾要麼無聊要麼害怕 在這種局面下 中國今日公知還要硬舔 那就不得不批評兩句東京奧運了 好了 今天的話題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